好 接下来我们看这样一个问题 我现在想在房间里面放5到6个火焰灯 暂时把火焰灯给拖出来 因为里面太黑了 假设我在这里摆两个三个 我希望有一个开关 一模一样的开关 能够同时将这三个火焰灯全部开启 但是你会说我们点下开关 你会发现它的这个默认 我们刚刚已经设成了叫做只能开门的 如何让这个开关既能用于开门 又能用于开关 这个又能用于开关 比如说其他东西 可能有十样东西 你会说那我就做十个这样的开关吗 那有点累 这重复工作重复的代码 我们写十遍也没有必要 所以呢 这里介绍一个东西给大家 叫做什么呢 叫做计程 什么叫做计程 跟着一起来 做一遍你就知道了 首先我们把这个开关改装一下 怎么个改装法呢 首先把它的名字换一下 就叫做level 而不叫做gate level 就叫做这个把手 然后在这个把手的基础上 我们点右键选择创建指南图类 然后这个level我们后面载个gate 这个是用于创建门的 我们再创建一个创建指南图类 这个是用于创建什么呢 用于这个fire light 火焰灯的 好 于是乎我们就有两个指一个负 什么 我们进到负里面来 无论是我们这样理解啊 无论是这个开关火焰还是开关门 反正我们都有一个开关功能就是往上往下 对不对 所以这一部分我们都要留着 好 但是呢 我们得要做一下优化 做的什么优化呢 把这一个门的部分去掉 我们不是开关门了 我们是开关其他东西 开关什么东西呢 不知道 有可能是火焰灯 有可能是门 所以我们把这个不知道未知的东西 我们把它留在这个地方 好 添加一个制定事件 我们给它取名叫做open 另外在添加一个制定事件 叫做close 叫做close 所以我们的把手 我们这个把手就有两个事件 一个open 一个close 待遇他们做什么 我父亲不知道 我要儿子去决定 儿子去决定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 A我们就执行open就好了 执行open 然后B呢就是执行close 执行close就好了 至于open和close是什么 由子类再去决定 我们负类只是决定了这个接口 但是呢 这个我们还暂时不成为接口 只提供了一个叫做虚的函数 没有实现它 好 这个地方 负类我们就准备好了 然后再看一下这个纸类 另外我们这个地方有一个问题 我们之前讲的是这个点这个基座 实际上我们还需要将这个事件onclick 点这一个把手也要能够起作用 因为我们刚刚在玩的时候发现点把手没用 把全部都点在这个地方 就点把手或者点这个基座 点这两个部分都能够有用 好于是乎我们就做了一个这个 把手 但这个把手控制什么 现在还不知道 另外这个get我们去掉不要了 因为我们的负类还是 还搞不清楚到底是控制什么 对不对 好 然后再到纸类里面去 纸类首先看get 然后你会发现它也有一个这个把手 但是我们这个地方什么都没有 是个空的 是个空的 好 我看一下如何来玩这个东西 我们来添加一个 一个变量 这个变量叫做get 因为我们现在这一个纸类 它是把手的纸类 但是这个纸类是专门用于开门的 所以我们把刚刚那个门BP Gate就放到这边来了 放这边来了 好 然后实现什么东西 这里有个函数重战 什么叫做函数重战 之前的open和close在BP Level里面我们是没有实现的 对不对 没有实现的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来将它实现了 open 重战一下 close也重战一下 这个时候再来说什么 当我打开的时候 就会需要将这个Gate open 这个Gate 是我们在门里面写的那个open 然后close呢 就是将我们的门close 这样子很清晰了 非常清晰了 所以这一个把手是用来控制门的 所以我们把这个把手换一下 换成我们的门把手 换成门把手 这个暂时先闪掉了 不要了 好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能不能控制门把手 靠近 哦 发现还没有指定 对不对 有忘记了这一个 我们要指定一个门 点一下这一个 然后呢 好 我们需要再回到这个里面来 将这个门的眼镜打开 如果没有打开的话 外面是看不到的 然后编译保存 然后再到这个里面来 这个时候就能够选择 我们点一下这个把手 然后这个Gate就可以选择 我们是控制 这一张门了 好 可以看到可以控制门了 好 另外那一个怎么来实现的 火把 我们的 刚刚已经见了这一个 Fireflight的这一个把手 这一个把手 我们双击进去 它呢就不是 不是用来 控制门了 而是控制这一个叫做添加一个变量 然后来一个叫做什么呢 FileLight FileLight 还有没有 FileLight 然后把它的 名字改一下 FileLight 但是现在我们的FileLight 并没有开关这个事件 所以呢我们到FileLight 你们看一下 现在FileLight只有点击 只有点击 所以我们把后面 把后面需要给来设置一下 首先呢添加一个制定的时间 叫做什么呢 Open 再添加一个制定的时间 叫做Close Open就是什么呢 Open就是 将我们的这一个东西 显现出来 对不对 将我们例子系统显现出来 注意啊 这个灯也需要打开 这里有个Propaganda to children 这个灯是这个 还这个粒子系统的纸类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也要打开 好 另外 把它的声音播放一下 另外Light on也放在这个地方 好 上面呢 我们暂时清空了 上天清空了 这个是开灯 然后开灯应该是Light on和off 我们把它改一下 on和off 然后关灯呢 是不是把这一切 这怎么两个呢 播放个音效 然后把这一个直设为on 然后这一个off 关灯 就是 将它不显示 将它不显示 另外这一个音效呢 也可以播放一下 然后将这个on去掉 点击事件啊 就会更加简单了 如果这个灯开了 我们就什么呢 就关灯 就off 如果这个灯 没开的话 那我们就什么 我们就on 我们就on on on 好 这个名字有点不好的话 就因为太多重复了 event 也没有 好 这一个 名字太多重复了 我们把这一个on和off改一下 叫light on 这样子就没有太多重复了 要不然搜索的时候会很痛苦 light off light off 所以这个on下面就是light on 就如果这个灯是开了的 我们就关掉 如果这个灯是关了的 我们就开开 就像一个这种切换的一样 点击也可以开 然后也可以通过这两个 这是为了给谁用呢 为了给这边用 对不对 好 这一边我们看怎么来实现 同样的方式 我们来重载这一个open和close 当我们的这个开关开了的话 我们就将这一个灯什么 light on 对不对 light on 然后下面就是light off 好 这样子我们的同样一个把手 既可以用来控制 门 也来也可以控制灯 当然你还可以控制更多东西 你就不断的来创造纸类就好了 这一个继承 一定得要这个理解清楚 理解清楚 无法掉用 我们把这个打开一下 这个没有没有编译的原因 我们再编一下就可以了 好 我们就再来一个什么呢 再来一个灯的 灯的放在左边 灯的放在左边 然后选择哪一号灯呢 选择一号灯 就我也不知道一号灯是哪一个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靠近 来 来靠近的 可以用来开灯 也可以用这个用来开门 好 但是我现在发现一个问题 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每一次 我的这个默认状态不太对 默认状态不太对 你看我第一次按的时候 他会抽动一下 对不对 这是因为默认状态不太对 我们在这个附类里面改一下 就是将他的这个把手的默认状态 是为关的 所以呢 就是得往下 得要变成47度 这样就不会出错了 我们再试一下 默认状态是为关的 好 OK 开关 好 这样子呢 我们就完成了 这个一个 开关来控制多种不同的 但是呢 我们的代码就写了一遍 就是开关的这个代码 就都是用的这一套 都是用的这一套 只是在后面呢 我们有fowlet 和这一个gate gate的这一个 好 关于这个继承了之后 我们还会在物品里面 也会详细来讲